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叛徒 竟然还能活下来 这可多亏了你啊 我的好师弟 如果不是你 想必我也很难达到这般实力 小眼术的果然没错 这一次 我会把你的灵魂抽出来 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 魂殿 你体内怎么没有那个老家伙的气息了 我倒是忘了 那个老家伙已经落在魂殿手里了 他不是认为你能保护住他吗 现在看来 那个老不死的眼光是一如既往的瞎呀 哈哈哈哈 韩风 我守着你这叛逝无意的密土 小眼 势不为神 你送我一个 师弟可真有魄力 不过想杀我 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了 你看老夫 有没有这个资格 没想到你不仅没死 反而突破到了斗宗界别 哼 不过能杀你一次 自然也能杀你第二次 莫要做出这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大长老 那边如何了 他那些灵魂分身已经消失了 我跟着你留下的印记赶了过来 哈哈哈哈 多谢诸位帮我争取时间了 小小总 好的 你 多谢 多谢 你 再来 啊 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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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黑角玉的老牌强者 实力果然非同一般 可惜你今日恐怕再劫难逃了 四明道宗还真记手啊 看来这菩提化体衔与老夫无缘 也罢也罢 老夫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分 老家伙真当我们是傻子吗 你也要我拿喽 小心 你们这群白痴 小爷 你检查一下 这老怪竟然扔出了真的菩提化体衔 怎么可能 你把印记抹除了 在你到处菩提化体衔里有手脚时 你觉得老夫还会任由其存在 逼出幕后黑手 竟是黑皇宗少主墨崖 与此同时 黑角玉各方势力也皆为菩提化体衔而来 一时见 黑皇城风起云涌 为确保能拍下菩提化体衔 萧炎闭关炼制六品丹药破宗丹 珍贵的破宗丹引来各方觊觎 幸得小医仙坐镇护法只待萧炎单程出关 哇 好浓郁的丹香啊 这般动静难道是七瓶丹药 我看 好 好 好 我又是 哎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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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我黑皇宗此次举办的拍卖会 竟然引来了这么多强者 竟连他都惊动了 来了这么多人 高解丹药拥有灵智 承担之时会逃离炼制者的掌控 竟然是他 雅儿 你认识他 曾在黑黄阁有幸见过几面 和他同行的 便是与齐长老在千药坊 起过冲突的神秘斗皇 严肖 没想到 他不仅长相那一眼动人 还年纪轻轻就已是斗宗强者 严肖 那年轻人竟有这般猎妖术 可不能大意了 你们二人日后注意一点 尽量不要与这严肖结怨 没想到这严肖实力这么强 一名斗宗 一名六品炼药师 还有一个力量强的恐怖的小女孩 这般阵容绝不能轻易得罪 知道吗 是 他们想争 就让他们去 打争 小新拈啊 是 是 是 看 好 哦 那是那位神秘烈药士的精神体吗 若是此时出手打断手单 他必须遭到反射 殇 extensively 莫莫叶 这神秘的钥匙还有这段实力 到底是什么身份 是啊 此次拍卖会 老夫真是愈发期待了 走吧 小夜仙 你回来了 他还没出来吗 这么久了还不出来 他不会有事吧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你没事吧 有了这枚破宗丹 竟拍菩提画底弦应该是足够了 多谢你 我既答应了你 便会竭尽所能 你也不要如此客气 那我的呢 把你的给忘了 少了谁 也不会少了你的 接着 这还差不多 刚才动静不小 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没什么 只是那儿的灰袍人 和黑黄宗的宗主墨天行 都被拟来了 墨天行 他实力如何 与我相差不多 算是四星斗宗吧 四星斗宗 还有那灰袍人 应该也是一名斗宗 灰袍人 魔眼谷不可能只让方眼 一个半步斗宗前来 果然暗中还藏了一手 就是不知这灰袍人 究竟是何来路 对了 我见到了萧门的人 他说他是门主萧丽 身旁还有一位老者 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 我二哥也来了 那他边上应该便是苏谦大城了 你不打算去见见他们 暂时不用 这黑黄城中来了不少老怪物 都是冲着不敌话里闲来的 此刻暴露我与萧门的关系 反而不利 等关键时刻在现身吧 你赶紧休息一下吧 明天便是拍卖会了 你需要先调整好状态 嗯 看来 明日这黑黄城不会平静啊 让他们看 快点 有一点 好 breaking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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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开场吧 被菩提化体贤引来的神秘强者 还真是不少 那中间的黑炮人应该便是昨日那位脸咬尸 不知是什么来路 今日是我黑黄宗举办拍卖会的大日子 老夫莫天行多谢诸位捧场 他便是黑黄宗的宗主莫天行 好强的气势 台下有不少朋友已入座 恕老夫多罪 诸位既已入场 会场规矩应已了然 若是有人坏了我黑黄宗的规矩 就地诛命 这般风范 不愧是黑黄宗宗主 看 诸位 此物乃是一卷地阶终极持法斗技 名为六合游身持 相传乃是几百前横行大陆的六合尊者价值万经 我用玄宗持多年 可除了雁芬侍郎持外 便再无其他可用斗技 不知这六合游身持 修炼之后的威力如何 几拍价一百八十万 每次加价不能低于十万 几拍便是一百八十万 加价还不能低于十万 不愧是低级斗技 两百五十万 他就是那位神秘廉幼师 我知是什么来头 因为语券斗技得罪了廉幼师 可不知道 是啊 两百五十万 可还有更高价格 三百一十万 净驾的人是你二哥 这次 怕是要得罪那位神秘炼药师了 可这卷持法斗技不弱 要是交给三弟 定能让他实力掌上不少 我二哥此举 只怕是为了我 那便如他所愿吧 这下消磨完了 彻底得罪了那位神秘炼药师 只怕是连炼药师身边那位斗宗 也一并得罪 只要小颜子高兴就好 三百一十万 恭喜这位先生 成功派下斗技 六合游身池 只有这位老者不动声色 郝敏锐的感应 此人若不是斗宗强者 也肯定身怀某种特殊崛弃 拎 cann查 哎呦 这会是什么东西 好重 嗯 好重 接下来便由我来主持吧 这件所要拍卖的东西 虽略有些古怪 不过对于有所需要的人来说 却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系统魔兽 子掩 你怎么了 不知为何 这魔兽干尸一出现 我就有些不太舒服 这魔兽干尸 不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吧 这魔兽死前 是一头即将进阶八戒的绝世凶兽 自我们得到之后 便一直完美重存着 继续进阶八戒的魔兽 那不相当于人类的斗尊强者 不过这魔兽体内究竟有什么 是否有着一枚 即将突破八戒的超级魔盒 我们也并不知情 莫总者 不要废话 直接开拍吧 想必诸位都知道 这样一枚魔盒的价值吧 所以本次拍卖 只接受以物换物 只不换物 那风险也太大了 是啊 万一里面只有一堆 风干的腐肉呢 不会吧 谁知道 这对玉石古意 正好可以用来炼制天眼九行印 一卷地阶低级斗技行不行 莫宗主 我这儿有一本地阶中级斗技 此斗技名为弄焰绝 能令人迅速掌控任何一种火焰 若是多人修炼一起施展 将能量之火进行融合 威力甚至直逼异火 不知莫宗主意下如何 方长老 老夫虽闭关多年 但也知道一些你们磨眼骨的事 这弄焰绝虽然奇妙 但会对施展之人造成永久伤害 多施展几次 恐怕便得直接送命了吧 既然莫宗主对这斗技没兴趣 就算了吧 三枚斗灵丹 一枚黄极丹 这位朋友 虽然拍下这具魔兽干尸有些风险 但若其体内真有什么宝贝 自设稳赚不赔 若是阁下能够拿出 五枚斗灵丹和四枚黄极丹 那这具魔兽干尸便归你所有 莫宗主还真以为丹药如此好练不成 我也不与你讨价还价 三枚斗灵丹 两枚黄极丹 是我的底线 拿出五架这种级别的丹药 果然不是寻常人的 肯定的 好 依你 对我而言 这魔兽干尸的那对玉石古异 可比那五架丹药更有价值 诸位想必也知道 此次我黑黄宗拍卖的重宝是何物 这便是我此次黑黄宗拍卖会的鸭咒拍品 无提画提弦 无提画提弦 此物太过贵重 自然 拍卖方式也有所不同 请有兴趣的朋友 单独进入这个隔离空间内 拿出换取之物 老夫会从诸位中 选取价格最高者 与他完成这笔交易 这倒不是为一个好办法 财不外露 才能避免麻烦 不过 请诸位按照规矩来 只能一人独自进入 那么诸位 请便吧 攻击 准备 找吗 请走 流氓 成頻道 各车 准备 自己 尬 啊 又是一名道宗 这老者是谁啊 是鹰山老人 水脚鱼果然温虎藏楼 从这老者的气息来看 绝对是一名道宗强者 看 鹰山老人被选中了 看来某些人拿出了更高的筹码 小爷 看你的啦 严肖先生 老夫可算是等到你上场了 这便是菩提化体弦 不知严肖先生 此次打算用什么物品来交换菩提化体弦 这是六品上品丹药 破宗丹 破宗丹 有了子弹 出不定芽儿就能踏入斗宗 严肖先生请在平章外等候 等我与宗内的长老商谈一下 再公布结果 那就恭候佳音 小家伙 敢和我争 敢和我争 七长老 你觉得哪一种更适合我们 反命丹有着续命之效 破宗丹能提升进入斗宗的几率 这两者对于少宗主确实都有无尽好处 不过 快看 出结果了 是啊 对啊 听说 经过老富与宗内长老的商讨 这届拍卖会的最终胜者是 严肖先生 怎么可能 真没想到 这个年轻人 还有能够换取菩提化体仙的宝物啊 严肖先生 这菩提化体仙 归你所有 大胆 敢就黑皇宫面前肆意望违 你 对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